下著大雨台東鄉親貿雨 支持民進黨總統參選賴清德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天氣關係 還是真的反映選情 台下看起來椅子空不熟 大讚自己提名的賴昆辰 說什麼就是希望手下這席 但偏偏綠營分裂危機 因市立委劉兆豪堅持選到底 也讓選情陷入膠著 還有北市港胡七月 現任立委高嘉瑜 面對激進黨無心帶分票 傳出黨內人事直言 兩人選情恐怕步入歐卡 什麼是歐卡 就是道願前行 其實我們都 每天都很努力 從早上五點多出門 然後晚上跟垃圾車 對我們來講 其實每一天都必須要戰戰兢兢 高嘉瑜從頭到尾 只是白目而已 並不是白的 我是鄭綠軍 聲音明顯都沙啞了 也難怪高嘉瑜勤拜票掃接 但說賴清德要拚國會過半 被只插在關鍵七席 從北到南 新北賴品渝 桃園 鄭運棚 黃仕傑 台中 莊敬成 林靜宜 彰化 陳秀寶 南投 蔡培惠 選情都沒有樂觀的本錢 南投我看到的是 藍大與綠的結構 不過我最近在跟鄉親走動 大家看到的不是藍綠問題 不是藍白河 而是南投無限制 就看也曾是醫生的賴主席 不管場面多大多小 連續趕場CPR 站台浮雪 能不能就回來 TVBS新聞劉景元 吳坤 李自援台北 台東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